由于这个剧本很仓促形成的 内容肯定是不够具体 那宋大成这个人物呢 还有很多的细节呢 都是李雪剑呢 自己创作呀演绎的 事实证明李雪剑真是 确实把这个老实八交的宋大成 表面上看呢 宋大成挺窝囊 也不算聪明 在爱情的竞争当中 没能获得他意中人的这种这个芳心 但如果说 咱认真分析一下这个人物啊 你就会发现 他比谁都敞亮 能立得住脚 能担事 你比如说在剧里边 宋大成蒙冤入狱两年 这要换一般人 这事呢肯定受不了啊 但你看宋大成出狱的时候 拍拍衣服 人家说一句 男人嘛 我心里头 多经点事 解释 过去的事啊 就过去了 甭来提了 这人一辈子 这什么事碰不上的 这个花钱啊 能买个教训 倒是好事 我说男子汉嘛 多经受点 结实 硬了 你看 一句话 把这个男子汉的这份胸襟 表现得那是淋漓尽致 可以说啊 李雪剑呢 愣是把配角 给人养 养